歡迎回到現場 我是Coco 抽烏扣 今天討論的是這個 有氣動出 把司機打趴在地上 名嘴洞口 把馬丘打趴在地上 大家都把司機打趴在地上了 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記者胡予物 謝謝Coco姐 我是關鍵時刻的第一把交椅 我問馬西平 我想說這個東西 我覺得它這個 這就是根本叫 我覺得天理不容 對不對 現在如果是六月的話 可能就飄六月雪了 我不是說打趴誰 現在在橫環山有飄雪 玉山也有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看那個包新天 包新天你有看了沒有 七月雪嘛 六月雪 六月雪 對不對 到七月都 七月都下雪了 表示說這個冤情 有莫大的冤情 你這根本就是 智人於死地事後還狡辯 你一個把那個計程車司機 然後你把它拖出來 你要拖出來是什麼拖的呢 你要拖出來是 直接打他直接這樣子 勒住他的脖子有沒有 然後勒住 然後你全身的力量 突然靠著 然後勒住 然後把他硬拖出來 那拖出來之後 然後再打他的頭 他的頭能夠整個這樣 我們人體最硬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是哪裡 就是這個頭蓋骨的地方 額頭這裡最硬 對 非常硬 就是這個地方 你問我這樣打下去 痛不痛 你整個要昏厥下去的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他 溪平 你不用那麼用力好不好 你可以講解 但不一定要那麼用力嘛 沒有 我覺得收視覺創造了 我們必須要有這種活動的舞台 但是我想您說太多了 因為我們講這一段 應該讓虧文稍微捋一下 因為虧文本身 這一次的事件上面 好像我們大家都一致的要 這個指責這個事件的不對 為什麼你遲反這個意見呢 你要我來上這個通號幾千塊錢 然後跟著你們一起罵 我不會嗎 我做不到嗎 我可以啊 為什麼我不要這樣 因為你罵不出內容 不是吧 我不是罵不出內容 只是說 你覺得我們是神經病嗎 不是 我個人有個人的質疑 就像 好 我現在跟大家講 其實現在很多計程車上面有什麼 行車記錄器 對 這個有必要加裝 對 行車記錄器 老實講啦 其實計程車實際他們很了解 有時候我們在路上開車 難免會碰撞到 但是這個拿出來給警察之後 很簡單 誰對誰錯 一清二清 一看就知道了 就算你今天行車記錄器 你鏡頭是在前面 也許它是雙鏡頭的 後面也有照到 但是雙鏡頭比較貴 老實講要六千多塊 我們來講 但是單鏡頭現在 一千九百八就有了 你前面這樣拍 對 現在公務台都有在賣 對… 但是你拍的時候你要記住 它裡面可以錄音 你雖然後面你司機 副駕駛座做誰 你們在這邊講話聊天 他都拍得進去 有沒有人知道說 也許有一個狀況 今天為什麼 譬如說他們 這個Makio他們打人是不對 我先講好 打人就是不對 但是問題有沒有 可能說司機也許說 為什麼你不給我錢 為什麼你不給我錢 我載你到這裡就是要有錢 也許司機會說 我跟你講 你挑釁他 你不敢打我 你不可能打我 我跟你講 他會講我是中華民國司機 你打我幹嘛 沒有人會講說 我是中華民國司機的 很少 他說我是美國司機 我是土耳其的司機 幹怎麼樣 不是 那也許 聽了你要不舒服嘛 對不對 也許戳出去 開扁 你剛剛眼睛是幹什麼 你剛剛意思是說 司機說你打我 你再講一遍 就這樣 我先是司機好了 我先一個 你的意思是說 透過姐 你聽我 你看今天譬如說 你司機嘛 你打我啊 你以為我不敢打你 你打 然後肋骨 斷兩隻 大家看到 其實 我被打趴在地上 螢幕看到可憐我 其實會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不知道前面這一點 是我一直挑釁他嘛 有沒有可能 你是不是講說有可能 還是什麼意思 你這什麼意思呢 不是 不是 你這就是混淆視聽嗎 還是怎樣啊 如果你現在 把行車紀錄器真的有 我們公布出來嘛 對不對 你不要弄那種行車紀錄 很遠的 都看不到的嘛 我是說有可能啦 我只是這樣講啦 我不是說一定這樣 沒有 但是馬丘 一群人 打人家 就是不對 不對 不能這樣 氣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你就只有要講這樣子而已 對 就生氣嘛 沒有感覺你講得很心虛 那感覺 沒有 真的是這樣 好像講得快心臟快跳出來 簡單明瞭啦 簡單明瞭嗎 我今天只有簡單病沒有明瞭 你沒有很清楚的表達您的立場 好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討論 我們看一下藍綠新聞 馬上回來 各位各位讓大家晚安 我是吳小沛 我是郭曉妮 歡迎收看今天的藍綠新聞 首先來關心一則馬總統清明的新聞 有位在桃園機場免稅店工作的員工 名叫陳淑慧 他撿到了1萬塊美金 馬上就交給航警局 沒多久就接到了自稱是馬總統的贊許電話 陳小姐原本以為是詐騙集團 後來才得知是馬總統本人 讓他是又驚又喜 這下子大家都知道 在馬總統的領導之下 詐騙集團已經越來越少了 而我們的社會也越來越祥和了 這社會哪裡祥和了 不要太自我感覺良好好嗎 我們接下來報導這一則的是 馬總統擾民事件又一桩的新聞 有一位在桃園機場免稅商店的員工 陳淑慧 前幾天撿到了1萬塊美金 他不貪心馬上交給航警局 結果馬總統自以為聰明 親自打給了陳小姐 結果卻被誤認成是詐騙集團 還真的是糗到一個不行 其實一點都不糗 這中國的傳統美德就是食精不昧 馬總統也以聲作則 也想讓台灣的社會 達到路不時宜 夜不必赴的大同世界 絕對是人民心中最好的榜樣 最好的榜樣是絕對不會騙人的 把馬總統的政績打開真的是一片空白 633跳票 還說上任之後 這個詐騙集團就會變少了 結果馬總統親自打電話給陳小姐 還被誤認成是詐騙集團 結果搞得每個民眾都人心惶惶 接下來來聽聽看的是 食精不昧的陳小姐 以為接到了詐騙電話的驚訪談 家人說馬總統有打給我 可是家人沒有一個人相信 我在開玩笑 對啊 可是後來電話又接通的時候 我們家人剛好都在旁邊 他們就是也有聽到我跟總統的對話 然後他們就是也才相信 就是不是詐騙集團 當然不是詐騙集團了 而且不只是陳小姐全家 每個民眾都是非常喜歡馬總統的 不要把話說得太滿 先把政績做出來 經濟搞好比較實際 真正的實際是不會騙人的 不會說謊的 我想一個好的主播 絕對很不會玩吹牛 因為他心地善良 絕對不會欺騙人 就像我吳小朋友一樣 我也很不會玩啊 在我這邊剛好就有一個鼓中 要不然我們就要玩一場吹牛 只要輸的人就退出主播台 以後就只有剩下來的人 可以報新聞 你連這個骰鐘都沒有 你輸定了 誰說我沒有骰鐘 我就知道你會出這一招 我這邊剛好也準備了一個骰鐘 正來 來啊 算是厲害 你先開始嗎 我先開始 好 三個三 四個三 四個四 五個四 六個六 七個六 八個六 九個六 兩個九個六 這樣應該很多 加上來 好的 那我就喊 十個六 十個六 出來了 哎呀 不管你有幾個六 你都輸定了 因為我的 根本就 沒有六 我就我要 Character более 不是 我 是 我 誰 你這個人 感謝收看今晚的藍綠新聞 我們明天再會了 拜拜 拜拜 你好 等一下 太奇怪了 你才輸了吧 你骰子都沒有耶 輸的人是你好不好 沒有... 我們先搞清楚狀況 我們剛剛玩的是... 是吹牛吧 對啊 那... 你剛剛是喊十個六吧 對啊 那我們兩個加起來 有十個六嗎 沒有啊 那我剛剛抓你了吧 是啊 那所以輸的人是誰呢 是我 對嘛 搞清楚狀況 自己回家練練好不好 什麼態度啊 可惡 還有我最愛的花生騙我